男子停桌机车掀开头套露出整张脸 大摇大摆进入大楼内 直到天黑才出来 离开前刻意拿白色手套遮掩车牌 避免警方追气 这么心虚因为他刚刚犯下 持刀抢劫案 他来的时候他说 你不要叫你不要叫 我就会绑你起来 我没有做什么 24岁的湖姓越南籍女子 当天一如往常坐在上铺床位滑手机 看到嫌犯突然闯进房内 吓得放声大叫 嫌犯变成开错门 但接下来却用绳子将被害人双手捆绑 还拿刀威胁抢走被害人包包 他说他没有干什么 他只去来找人可以 然后我就怕了 我就叫他 然后说不能叫 然后他去找东西来帮我 然后拿刀说 如果我叫他会 强案发生在新北市土城 一处外籍员工宿舍内 嫌犯被呆后变称 一开始只是想偷包包 但被害人情绪激动才会把他绑起来 要他不要哭就会松绑 还说自己抢走被害人包包内的一千元 是借不是抢 有丢一个手套在这边 跟那个纸 他有进来 都要找东西就对了 然后他就丢在这边 离开前把摸过的地方 全用湿纸巾擦过一遍 以为不会留下痕迹 但犯案前后的声音全被监视器拍下 40岁的游行嫌犯是瓦斯搬运工 三年前曾饮酒驾判刑两个月 这回犯下侵入住宅强盗罪 至今美汉被害人和解 造成对方难以抹灭的阴影 犯案后又狡辩毫无回忆 被重判七年六个月 吃刀抢一千块的代价 换来漫长的牢狱之灾 TVB的先王金睿 简余琪 西北市报道